今屆奧運會令不少中國運動員聲明大躁 但越來越多人在美經同意之下 以運動員的名字登記做註冊商標 中國奧委會發出公告 為有關行為侵害運動員的權益 要求相關人等撤回註冊申請 陳國陽報導 奧運會帶來商機 這句話說得一點都沒錯 在奧運期間 不少內地奪金運動員 一夜之間成為全國焦點 名人效應亦促成了不少人心目中的商機 就像10米高台跳水冠軍全紅蟬 射擊選手楊綫 和乒乓球手陳夢 他們的名字近日都被人增傷申請為註冊商標 只要登入中國商標網查冊名單 輸入全紅蟬的名字 就會出現17個以全紅蟬聲明的登記商標 而且都是在8月奧運會期間註冊 涉及食品、啤酒飲品、洗頭水、服裝等 至於楊綫和陳夢 亦分別有5個和7個的註冊登記 至於當中有多少個註冊商標 是經過運動員同意 就不得而知 不過中國奧委會在星期三發出聲明 說近日出現運動員的聲明被人用作商標註冊 認為社會的商業活動應該保持理性 要尊重運動員的合法權益 又說根據法規 如果未獲得運動員本人或監獲人授權 就不可以以奧運運動員的聲明 惡以登記為商標 或者侵犯運動員的聲明權 應該及時撤回和停止商標的申請 根據內地商標法 不能夠隨意使用人名作為註冊商標 例如在世的名人 若而不是由本人自行註冊商標 當時人就有權可以提出異議 申請有關商標無效 至於已經去世的名人 當有爭議的時候 司法機構一般會從不良影響層面考慮 是否批出使用 有線電視記者陳國陽報導